老华一每天一打回答一下 从我们的洋味脸第一话 老华一你快看哪 我的土PH值都达到6了 那黑黄叶子 宝贝你要知道什么事呢 PH值过高就是碱性过高的那种黄 是新长出来的叶子白白的黄黄的 不那么绿 那种就是因为碱性过高而导致的缺铁性的一个黄化病 也就跟人一样就像营养不良 打个比方说就是人胃酸分泌不足 从而导致的人消化不了 从而营养不了 明白了吗 您现在这个样子他是缺水 我的宝贝 志志华非常喜欢光照 好吧 你光照给足了宝贝 只要不缺了水 他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P字直那是次样 对吧 不一样 好吧 下个错宝说 这个垂丝末里的话黄的叶子越来越多了 都被我给剪掉了 你把 这个错宝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像垂丝末的这个呢 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种话了 相对来说 如果说 你看到旁边的这一条 哎呀黄叶子 这水很正常 我们棚里边也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的一个长得很密 它营养肯定它就功不全呀 你就打个比方说 你有俩孩子 你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我也有俩孩子做不动 我抱着我闺女就抱不动我儿子 我抱着我儿子就抱不动我闺女 他俩都肯定争对吧 哎 时间长了 有一个就老是 你就老抱一个 你肯定抱小的 那大的心情就不好 不一个道理吗 所以说植物也是那个道理 你怎么办 你可以啊 把它上面开花的那个花碎啊 该给它剪掉的剪掉一下 是吧 然后呢 该施肥的施肥一下 要不然肯定不行啊 对吧 要么就分猪 这个没招 现在就是缺光 缺光 哎呀 缺肥 下边长了那么多草 草都长得蛮好 家伙伯 最近入手了一个光杆的白井龟背 胆子真大 白井龟背你都敢入 有一个牙脸看起来不是很好 没有叶子 怎么样让它转土肥啊 胆子太大了宝贝 转土肥的话很简单 然后就是最好是怎么着呢 让它躺着 怎么个躺着呢 你看你这个不是个光杆吗 它的根是长在这边 就让它躺着 我之前那个 给它发出来那个 哎对就那种动 就那种躺着 把这个根让它进到土里面 为啥呢 因为你看到在这个边边上 出了一个小牙脸 有可能在那个牙脸那个地方 有可能会冒点什么东西出来 好吧 别的没啥 很正常 我去年冬天那么冷 我都给它养活了 你怕啥呀 下个臭包 麻烦问一下 炙子花变成这样了 怎么挽救 把黄叶子全部揪掉 黄叶子全部揪掉 光照给足 适当地来点肥料 行的话就换个盆 里边加点土就行了 别的没啥 那能咋整 是吧 现在黄叶是一个代谢黄 它营养供不了那么多 它下面的不黄吗 完了你就掰掉就行了 它不可能变绿了 对吧 下个臭包 小番茄 白色透光的小真君是赶眼了吗 这个是 这个整体蛮好的就行了 偶尔有一两个叶片这样子 这没什么事啊 一般种菜也好 种花也好 它有个三两个叶片那样 你就无需担心 如果说都那样 那肯定是有问题 如果说都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比方说是一个微量元素的缺湿啊 导致叶孔的不闭合啊 或者说叶孔的一个扩散啊 它等等一系列的一般这种啊 都是叶子缺一些钙啊 或者缺一些芯啊 等等类型的一些微量元素 从而呢 就会导致自己的一个免疫力下降 你扇两个叶片不很正常吗 你给老花一 扇两根头发不也白吗 哎呀 何必纠结 你光照给足 来点沸肥 种了番茄 结出来又大又甜 又好吃 是吧 就什么结啊 不需要纠结 好了 下个臭包啊 老花一 你看白蓝叶子总大了的 咋的了 这个就是空气湿度不够 我不知道跟花儿们说过多少回了 你像尤其是养白蓝和杜鹃 还有茶花这种 它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蛮高的 有点花儿 我跟花儿说 我说你现在这个就有点缺水 我浇了呀 我用水泡着呢 它叶子大 如果空气湿度很干燥 它就会脱水 脱水以后它就发烟 它不足以止沉 你看在南方 你像两广地带或者福建地区 白蓝人那边为什么能地带 就是因为空气湿度很OK 咱们家里边达不到 没办法 怎么办 你可以套个大大的袋子 晚上套白天打开嘛 对吧 增加好空气湿度才是最关键的 空气湿度不够 谁也没办法 你说浇水吧 你知道了吧 那了吧 除非你把叶子给它揪干净 让它重新长 适应你那个环境 长出来叶子小了 那样行了 好了 等会问题呢 今天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千万问题 视频要留言 特别欢迎 养儿子愿意 白了